非常遗憾 我們都必須坐在電腦桌前一整天 因此有一張能夠保護你脊椎的椅子特別重要 有三大重點 第一個要能夠有足夠的支撐力 第二個要能夠調整以保護你的脊椎曲線 更重要的是你的大腿跟你的脊柱 要能夠呈現95度環境角度 如果可以做到 這才是一張完美的電腦椅 第一件事情呢 當我們做椅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找到 我們的腰能夠跟它的高度配合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能夠找到一張 可以調整高度的支撐的椅子 那麼這時候你屁股塞下去之後呢 你要感覺到 它拖住你的骨盆跟腰 就是皮帶這個地方 讓你不會跎下去 然後你的筋膜要能夠服貼 在這個椅背上面 而且它有一個包覆的感覺 這是非常好的 所以支撐度要有 高度可調 手肘要能夠稍微靠一下 這個手肘靠一下很重要 在我們打電腦的時候 軸關節對稱出來拉出來 就這樣打電腦 你會覺得非常的輕鬆 非常的自在 你的頸椎就會 非常的自然的舒展 所以不要迷信價格 不是越過越好 要符合 脊椎的生理曲線 不要讓脊椎在打電腦的時候 因為這個支撐度不夠 而導致坐沒坐下 然後壓迫脖子壓迫腰 你如果坐在椅子上 是呈現一種壓迫的狀態 這種壓力才可怕 椅子上椅子來講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側面的曲線 看起來蠻挺喔 那我們坐下來的時候 其實腰往椅的這個後面 第一個它會讓我駝背 因為它的腰會讓我 挺不住原本該有的曲線 所以會從這樣的角度 當我放下來的時候 這個樣子 OK 來 那我們再看這張椅子喔 它的角度看起來也很挺啊 沒有問題啊 可是一樣喔 當我屁股塞到底的時候 在我要需要坐直的時候 這個空隙是很大的 它根本撐不住我 這其實大概兩個拳頭的空隙 所以我如果坐直我一定會放鬆 那如果假設我要靠上去的話 我會變成這個樣子 它這個角度也是不夠挺 因為它不但讓我傾斜角度 還是來到了110度 再來我的腰很容易骨盆 後傾 所以這個姿勢也讓我越做越想 乾脆就趴下去 就沒有一個穩定的感覺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人體工學電腦椅的價值 就在於它能夠提供 保護脊椎的功能 那麼這張椅子就是我用過 最好用的 符合我要的 保持脊椎延伸 都能夠幫助你坐有坐下的 一個最好的椅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請到以下的連結 然後去參觀一下 謝謝 謝謝